來 我們接下來看看第二名的 跟你說那麼多 你聽得懂嗎 怎麼陳志佳每一樣都有 有時候應該在場醫生 很多人會有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心裡面吶喊著 到底是你醫師還是我醫師 可是不敢這樣講 對 然後就是比如說像我的例子 就是有些病人他一坐下來 他也不想跟你多問 也不想多告訴你東西 他就開始清單這個列出來 明明可能你是眼科 他就說醫生我 麻煩幫我開一包止痛的貼布 那我最近大便不太好 我要兩顆單有求 一定要塞 然後另外我妹妹 她最近鼻子在流鼻子 我幫她順便拿好不好 然後而且我這一陣子都睡不好 因為安眠藥外面藥局買不到 我就睡不好 而且清的不要 你要給我那個誰誰誰 看那個才有效 可是不是隨便醫師科 除非他是精神科 其實安眠藥部分有一點點管制 但是在第四級管制 我們一般醫師還是可以開 一般醫師可以開 對… 那隨便他會抓住這個 然後就開始開清單 有一次他講太多 我說等一下慢一點 我來不及打 他說醫生我寫好了一張給你 幾天跟他要了 對… 就念服務業 然後如果你跟他講說 你堅持專業 你說好歹無醫學院也念了七年 主醫師當了五年 然後你就跟他就是 醫生原始的拒絕的時候 他就會說 可是那我放五看 那個某某醫生他就給我開 你知道你就馬上被打臉 你就說別醫生可以開 為什麼你就不能開 因為這個藥 他就是老保健保 對… 馨玫 有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血壓高 他在很久以前的時候 他吃的藥是兩到三顆 那到我的門診來的時候 他相反 他其實他血壓開始變低了 所以我就跟他溝通說 那我們是不是 藥要做一點調整 那他其實有點聽不太到 重聽嘛 所以他就是也就說 好 你就把藥開給我就好了 然後他就下去了 然後到了樓下出來 回來之後他領完藥之後 他就上來 就在我的門口外面咆哮 他就說 你這個沒天涼的醫生 就說 你給我開的藥 人家開三顆 你開兩顆 然後就到外面 還有其他病人 他就說 你這個壞醫生 人家開藥 怎麼開的你都不會開 連學別人都沒辦法學 其實就會有一點 我們就很難跟病人解釋 來 這個許元金 許元金部分科住院醫師 開美學大學醫學系 惱怒宣言 醫師不是串綠兵 誰傳誰到 我之前就是有值班的時候 然後遇到一個泌尿科的病人 然後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是他 尿管一直不通 然後一直滲血這樣子 然後我就那一個晚上 大概就去幫他通了 五次以上的尿管 可是你知道值班有的時候 可能就是 上下樓或隔壁洞要跑來跑去 對 那有的時候 可能其他床在CPR壓胸 然後可能壓完了 才過來幫他通尿管 可是家屬就可能 比較不能夠理解說 我們可能值班的時候很忙 一個人要顧很多床病人這樣子 他就說 你怎麼這麼晚才來 我剛剛不是 前多久多久就已經 打電話叫你要來了嗎這樣子 然後當時因為就是比較累 然後可能就是講了 就是有點情緒化的話說 可是我還要這麼多床病人 要顧得不是只有你一床這樣子 那小豬你講了什麼 那就是你的問題 因為我們之前長期組織 然後這個其實 喉嚨和肺部都不是那麼好 然後我常去一家看 那一家醫院 然後去看了之後 第一次看 以前去看一次就會好 然後那一次好像比較嚴重 看了第三次 我已經懷疑那個醫生的醫術了 同一個醫生 因為我對他很信賴 我說醫生為什麼這一次都看不好 他說你有按時吃藥嗎 我說有 他說我整個看起來 你的狀況是 還OK 我說可是我的肺 我每次呼吸的時候都好痛 他說 你意思是說我的藥有問題嗎 我說沒有... 但是我就是不舒服 他說那就應該是好 那就是你的問題 我說我的問題 什麼問題 我下去還是不舒服 他說 那你要不要考慮看看 裡面會不會有腫瘤 我真的嚇死了 他說你要不要去大醫院檢查看看 你這就是該看家醫科的時候 真的 我那時候真的被嚇到 因為我真的很 差不多那個 已經快一個月 那個整個沒有辦法呼吸到很順暢 可是之前就是去看都會好 就有時候可能看太久 他有抗陰性 抗陰性 對 我就懷疑說已經吃到 我會檢查說 前兩包藥跟上一次的有沒有一樣 結果三下都比較一樣 好 這個倒是聽得會滿... 對身體也未確定 對 會怕 他講這個話我們真的會怕 對 何宇文呢 這很重要嗎 其實我也必須承認 我真的是一個很 對對敵人的病人 我是那種很愛 研究醫生資料的 其實你去大的醫院掛號的時候 他都會有這個醫生 本身的履歷 一定的 他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他專長是什麼什麼 我一定會先查 這個醫生的本身的履歷 有必要的話我會去搜尋他的 現在上網看很容易 上網看很容易 然後你只要打這個醫生的名字 有時候搜尋出來很多筆 然後還會找得到他的 本身的臉書 現在幾乎都這樣 比如說有人說 我眼睛應該看而已 我認識有個眼睛什麼... 他回家他不會直接看 他會上網 我就是先上網 先查看他的評論 看他到底厲不厲害 評論好不好 可是這些評論怎麼準 是他們自己打進去的 沒有...有些是 網友是病人 或是部落客 或什麼的 是喔 你可以看到他有沒有醫療糾紛過 因為他可能上過新聞 你可能就會這樣看一下 然後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其實有時候我會 把他們名字輸入 去找他們個人的臉書 比如說你可以看這個醫生 平常在幹什麼 然後他愛家 愛小孩 有什麼興趣 可能是種花 種草 或是汽車 或什麼 你也查得太細了 我去看一個感冒 你看查到這樣子 我通常是為我女兒 因為媽媽真的很愛女兒 那為了女兒 我什麼都幹得出來 然後我會去查 妳該不會去看他醫生 有偷吃過後 我有看過本身嗎 沒有 所以妳會查 我問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 我會去查他的星座 所以我走進整間的時候 我就會說 醫生雙子座的喔 他就會愣一下 你知道嗎 妳是去看 又不是去結緣 妳在幹嘛 又不是去交友的 可是大醫院的醫生 真的 尤其是紅牌的醫生 他一天可能 他一個診 可能都排到100個 妳要如何願意 就是妳要讓他對妳有印象 他願意多跟妳女兒 諮詢久一點點 我覺得對我來講 可是妳這樣對醫生來講 醫生不會記得 妳會知道妳是個 恐怖的病人 對 會覺得有病 恐怖也是一種記得 我不在乎喔 真的 媽媽 但是會聽到妳 就是會在上面打個星號 對 所以我就問她 我就問她說 妳是什麼星座 她就說這很重要嗎 我就說 醫生 我說很重要 我說因為 我知道妳很忙 我先了解妳的星座 我再想說我回家練習 用什麼 口氣跟妳溝通 妳會比較 妳要了解我的星座 妳這時候就會被護士 趕出去了 就是紅海的星座 護士在旁邊 笑到發抖 對 因為她 她還是個名人 如果一般人大家會 對 因為我知道 我是公眾人物 她不會覺得我是神經病 而且還長得算不錯 如果長得不好看 對 詩問妳有什麼故事嗎 我們比較為難的地方是 有時候妳要跟別人講說 妳今天就會 有些這種話的話 妳要很快讓她知道說 她現在狀況非常的危急 所以妳要怎麼講出口 像之前就遇到有一個 病人腦出血 腦出血本來就是 很危急的 需要住家戶品牌的情況 那就找神經外科醫師來 那神經外科醫師來 當然就是因為 現在醫療崩壞 所以她可能都 工作了開到二十幾個小時Line 然後家屬就問她說 這個醫生 這個最嚴重會怎麼樣 她就說會血 然後家屬就說 那這樣如果開刀的話 最嚴重會怎麼樣 也是會血 然後接下來她就走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結果家屬就說 到底怎麼樣... 然後所以就變成妳要跟她講 其實就是很多東西 都是在溝通的部分 但是當然我也是呼籲大家民眾 要能夠理解 醫生有的時候他真的 像那個神經外科醫師 他有時候可能在大院裡面 已經很少這樣的人 他有時候 他可能剛開完二十小時的到下 對 有時候其實 醫生是因為覺得說 如果妳的開刀的情況很嚴重 我們還是要跟妳講 最嚴重的情況 所以要知道說 開刀如果最嚴重會死 但如果擺子不放的話 他一樣會死 所以最終妳會跟病人達成一種 所以這樣的話 當然就達成了一種溝通 它就會跟妳站在同一個陣線 所以有的時候解釋病情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但是真的很抱歉 有時候救命科的醫生 我們不見得真的有那麼多的時間 對 希望大家可以相互體諒 是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一名的是什麼 到底哪一句話惹腦病人的第一名 妳有過性行為嗎 妳拿過小孩嗎 他說這是針對女生的比較多 這個我們在急診室最常問 因為光開藥照X光 每一件事情都跟 妳有沒有可能懷孕有關 所以以前每次我們都要問說 妳有沒有懷孕的可能 但是這時候妳要問 以前的時候就直接問 因為我一定要排除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但後來我會開始 看一下 有時候站著阿公 阿嬤 他就會說 夭壽喔 他心裡怎麼會這樣亂問 還沒抓還沒嫌 要不然就是爸爸 如果爸爸在旁邊 妳問女兒說 妳有沒有懷孕的可能 這時候爸爸臉就沉下來了 而且有的會更誇張的是 他會看著女兒的表情 就給他扒下去 就說 我就在地上 這樣是不是 在面前就打 他白天褲子吵架 他不是懷孕 但是問到這個問題以後 就岔題了 一直往哪個比方去 這個是必要的程序 需要問 對 但是妳可以叫他爸爸 先離開 或長輩 所以其實有一些方法就是說 爸爸 妳幫我們倒個水好不好 然後就把爸爸支開 然後再私底下去問 對 不然有時候 其實妳像有時候在 先生面前問太太 有時候不見得 妳會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所以妳必須要支開眾人 然後再來問 什麼意思 這個什麼意思 像之前也遇過 就是有的時候 驗孕是陽性 但是先說 我大陸出差那麼久 怎麼會陽性 都沒跟他怎樣 怎麼會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進到產科診間 請婦男科醫師會診 然後在產科裡面 那個太太就跪下來 醫生 妳這次一定要救我 所以其實很多故事 真的還假的 所以是真的陽性還是 真的 真的陽性 而且妳剛做過 真的喔 剛做過 但妳有沒有救他 因為其實妳真的是 一定要騙其中一個人 所以很兩難 因為他剛做完刮除術 就是流產做完了 所以其實他是沒有懷孕 現在沒有懷孕 那你說 現在沒有懷孕 那現在說不對 醫生我剛剛沒聽到 你說陽性 這種事有時候可能會有 他刮除了 你怎麼會驗出陽性 在一段時間之內 還是會 是喔 但是剛好就在那個時候來 所以你看 大家學到很多了吧 對 這個是 你刮掉的時候 還不要馬上去檢查 還是陽性 瓜哥他是說女生 我們的時候會遇到男生 病疫情也都易男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是 要負責檢查皮膚科跟泌尿科 這兩個算一起 陳醫師還有什麼有趣的 醫療病例跟大家分享呢